今年来运动风气抬头 而超慢跑也深受国人的喜爱 简单易懂又不受天气的影响 在家就能轻易的完成 但是物理治疗师也提醒民众 如果姿势不正确或者是速度过快 恐怕反倒造成身体出现伤害 这个超慢跑它可以 早上我跑5分钟跟我跑10分钟 晚上我再跑15分钟 加起来30分钟 它也跟今天的运动量合格了 在物理治疗师的引导下 民众跟随着节拍 在原地进行超慢跑 因为不受天气与场地限制 操作起来简单 而且不需要额外器材 这项运动近年来深受国人喜爱 对我来讲 因为我本身有心血管阶段 所以我会觉得今天的活动 对我本身是忍抑的 而且对我的心脏 还有我的肺功能 它是忍抑的 我觉得是要长辈要倒过 是是是 比较不能出处 OK 所以我觉得超慢跑真的还不错 从年长者到青壮年 几乎所有人都能轻松驾驭 但只要知识不对 却可能造成运动伤害 在做跑步的时候 你的脚跟一定要坐在地板上 对我们的很多有时候 他们跑来跑会变成只有脚尖在跑 对只有脚尖在跑的话 这跑久了 会造成我们足底筋膜 会变得比较集中 那这个脚的情况 会有足底筋膜有 然后你脚会比较不舒服 所以平常走路就容易膝盖痛了 可以先常去坐姿的有氧运动 物理治疗师建议初学者 可以从五分钟开始 逐渐增加运动时间 而运动时也要选择较软的地面 或穿着布鞋 才能减少对关节的冲击 它的跑法就是 你的上半身是尽量没动 然后下半身 就是要有弹性 然后会比较轻草一点 那如果说你跑起来 感觉很笨重 然后每个差不多是 这样子的话 吃不好 现在也太整理 民众养成运动习惯 也要找对方式 才能维持越动越健康 记者许立琴 话电视报导 每个月的车子